第二 邪群驱使 名柔顺人 四五六地 群 是个工具 识 是圣经理体 就是震慑 知己 那是自信的 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无论 以哪一个法门 法门就是圈 你要不把这个法门 射掉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 所以 大乘佛法是圈 要不要学 要学 过活的时候要它 到岸的时候 就要把它丢掉 金刚经上水 如法欲者 你能把这个 到冰岸的时候 过活 就要把船丢掉 你才能登岸 你要不肯离开船 永远到不了平安 所以佛教导我 法上因谁 后宽非法 佛法是假的 不是真的 应应所生 中观论上 中观论上讲得很好 应应所生 法 我说 几时空 这叫做 这叫柔顺人 比前面高 四地 五地 六地 菩萨 他们真的 他们是柔顺人 知道 世出世间法 都是假的 可以学习 可以受用 不能执着 不能分别 不能起先动念 学习的时候 不执着 言说想 经本 不执着 文字想 不执着 名字想 名字里叫名词 术语 不执着 行原想 决定不要 起先动念 去想它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一段讲的什么 佛什么也没讲 什么意思都没有 你所想的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你要什么都不想 你看到这个经文 字字句句 无量意 那就是 如来真神 是你自信里头的真神 你用第六意识 去思维它 去观想它 那就变成你自己的意思 如随顺 佛菩萨的教会 正干 这叫 如神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